文章来源走独牺牲 很多住在小区里的人想必都有这种感觉 物业越来越恶心 你找他解决问题 他拖三拉四 你找他处理矛盾 他的宗旨是不得罪任何人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可当他找你要钱的时候 一天24小时呼死你 问题在于你不解决问题 别人凭什么付给你钱 今天看到个更恶心的物业行为 竟然盖个章发个通知 言之早早教育业主 不要过圣诞节平安夜 那是阳节 外国的节日 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传统 弘扬自己的文化 我是一个比较信赖自由的人 愿意过什么节日 就过什么节日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与别人半毛钱干系没有 在这种不妨碍他人的选择上 连家人都不应该过于多问 一个物业 凭什么教育起我们来了 甚至这条通知里 他们还要求商户不出售 李卡 贺卡 平安国 以及节日装饰物品 不仅仅是教育我们 他们甚至企图动手在源头 遏制我们 物业究竟是服务业主 还是管理业主 如此行为 令人惶惶不安 你敢想象吗 有一天走进餐馆去吃饭 但你吃什么 由商家来决定 我觉得 上面这种物业公司的带头 不仅仅是甜 同时也是一种试探 即使在不过洋节上的试探 更是为物业权力 扩散的一种试探 简单点说 当业主今天 容许他们插手了 自己过什么节日的决定 那么明天 他们就会半夜敲门问问你 为何不为物业提出的某某捐款 而奉献一点个人积蓄 不要觉得不可能 我深深记得 上小学那回班上 也会有一些募捐活动 但多少随意 有捐五毛的 有捐一块的 都是小朋友 大家有心即可 但现在呢 已经不知道 爆出过多少次学校 让学生捐款 甚至规定了捐款数 以及必须捐的报道 只要开了头 必然会变本加厉 物业不是没有边界感 他们只是 想继续把那个边界 想外扩张 其实我个人 并没有那么反感物业 只要他们真的存在作用 而非简单的找几个保洁 每天负责小区垃圾清理 那么他们的存在 自然有意义 然现在事实上 大部分小区物业 唯一的作用 就是找几个保洁 打扫卫生 我就好奇了 每个业主 一年几千块钱交给你 就找几个保洁 这点是用得掉吗 如果物业只有这点功能 那业主又为何需要你 他们不能直接找保洁 来管理小区环境吗 为什么要给你 老十字的物业 去当中间商赚差价 有人说 现代小区里 最大的黑社会 就是物业 这话越来越成为现实 因为物业们逐渐开始 只收保护费 而不产生任何作用 更有甚者 如上面通知里的情况 他们不仅要收保护费 他们还要给业主当爹 对业主的生活 指手画脚 甚至规定 商铺里什么能卖 什么不能卖 商家亏了钱 你物业来赔 权利这种东西 本身就是让人上瘾的 如果你不遏制它 那么它便会越来越膨胀 直到能够伤害到你 威胁到你 天下苦物业久矣 负面消息铺天盖地 若再无有效遏制措施 那股贱奴的跌位 不仅会让物业 忘记自己姓甚名谁 还会让他们慢慢开始 插手到业主的 私人生活空间中 那场景想必是相当可怕甚人的